女人偷过人常说六句话逃避,你能听出几句 女人常常因为对现在的婚姻生活不满意,就开始寻找新的依靠与寄托 婚姻不比爱情,日子久了就会腻了,烦了,一烦就容易走错路 男人面对感情的时候容易出线条,特别是对着心思细腻的女生而言 往往女人说的话不能正确领会到什么含义 所以有时候她都已经背叛你们感情了,你却还不知道 女人偷情就像毒药,一旦沾染上就很难自拔 而只要偷了人,不管这个女人心理数字多么强大 语言举止,神态表情都会有细微的变化 再怎么刻意掩盖都是无法抹干净的 只要偷人了,多多少少都会有反常表现,就有暴露的一天 现在女人出轨越来越多,其实女人出轨之后有很多明显的变化 如果你是一个很细心的老公,那么是很容易发现 那么女人出轨有哪些表现呢,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婚姻生活中,女人当有所为,有所不为 女人若贪图一时欢乐,肆意而为 无疑是亲手埋葬了自己的幸福 丈夫会伤心,孩子会怨她 一家人在外面很难抬起头 第一句话,会询问你非常详细的离家时间 你什么时候出门,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出去几天,放心吧 你就安心的出去吧,我会把家照顾好 第二句话,你看你对我就这么不上心呢 你就不怕我投向别人的怀抱吗 就算有那么一天,也都是你害的,谁让你不把我当回事呢 第三句话,你不就是看我跟谁联系过吗 我行的端,坐的正,里边都是同事和朋友 一个你想的那种关系都没有,你以后不要碰我手机 里边有很重要文件,你给我弄丢了怎么办 第四句话,你看人家某某多么优秀 简直是完美的人,你再看看你 还不及人家十分之一,我太对你失望了 第五句话,当你想要亲密的时候 他总是拒绝,并且会说我最近不舒服 没有心情和你亲密,等过段时间吧 第六句话,你这么不信任我,那就离婚好了 再说了,你就凭别人的一面支持 你就说我有人了,证据呢,眼见为实 我解释了,нем回来 cendo到这个话 来吧,不得emary 9个月 你��家某 毛短 不是没有尽力